問我是否很憎恨林峰,因為他英俊比我更英俊 他確實是英俊比我更英俊,否則我都給大家看真相 我就是免得有比較 問我是否很憎恨林峰 其實我聽他說話都是一個好人 不過我不會憎恨演員 雖然他比我更英俊,我都不會憎恨他 因為這樣的情況,要我回答就回答 因為香港的演員,就像江青一樣 是毛澤東養的狗 他肥誰就肥誰,拍什麼劇,出什麼廣告宣傳片 這些演員,例如毛澤東倒台之後 江青就要被人鬥,演員就要被人鬥 所以他們前途都是很坎坷的 江青說他是毛澤東養的一條狗 審訊四人幫的時候 現在所有的演員,所有的官,所有的演員 在電視機上出現所有的人 都是當權者支配的一條狗 那他們不認是狗 不過他們正在做狗的工作 就是狗念的鎖鳥 那當權者給他們 那他們就表達當權者想要表達的事 唉,就是這樣 那我怎會恨那些演員呢? 不會的 因為他們都是很坎坷的前途前景 因為他們都是表達當權者的意思 譬如現在TVV拍的《逗我》 那他們 出廣告宣傳表 那他們的意思不是當權者的意思 是當權者的意思 當權派的意思 那個劇本是他們寫的 導演是他們的 對不對? 那他們的演員官 演員都是快樂來的 受薪去演戲 去鬥真、鬥人 那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憎恨他們 我不會憎恨那些演員 是個編劇導演他們的受薪 那你問我 沒有民主的社會 沒有良知的社會 是不是個個都是九念的歲月 那我都不會回答你 可能真的 所以都不需要自卑 到極痛苦 因為個個都是這樣 沒有了民主 就要被支配 對不對? 那所以 人人平等 都不需要太過自卑 到極痛苦 對不對? 個個都是九念的歲月 那我不是 那又是事實 因為我 我不受他們支配 所以 我已經想要死 那所以 算了,不要引導大家 做一個人 因為會死 算了,不要這樣強迫 那就是這樣 我世間太悲哀的事 也太多了 我不想說這些 我只是想 那 算了 那些 那些悲慘悲哀 那些心靈痛苦的事 大家 忍受了 好嗎? 做一個九念的歲月 因為 有飯食物 算了 心靈悲哀 可以靠物質 好的食物去 彌補 別理心情不可以吃餐好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是不能吃的 是不是? 那有些人不能吃的時候 那 我都要 照顧了那些 不能吃的那些 那些 那你的心靈悲哀 做九念的歲月 那我 難道又是和你做心靈悲哀 幫你嗎? 你自己搞定他 是不是? 吃餐好的 去九龍堂玩木徑的 什麼情緒 冤屈都發洩出來 那就算了 好嗎? 男男女女的事 好嗎? 但是有些人不能吃 我就是照顧那些 我就是關注那些 幫我的木捐 那我的那些 不理你了 好嗎? 況且我都說了 真心 我可能比我英俊 好嗎? 那算了 不要再 讓我照顧這些人 我照顧那些 最需要幫助那些 先 先把木捐 你問 支部媽媽照顧我 那些是誰 我都不知道 那支部媽媽的 支部媽媽的人 支部我的人 可不可以玩暖倫 那就去投票決定 譬如人民可以投票 才可以投票 因為他知半媽媽招我,那我沒有親情, 那祂祖先是否需要受地球法律制裁呢? 那不需要,那就用神的法律, 那神的法律就先介投票, 那祂祖先玩亂,又享受沒有親情, 是吧? 那不要問這些事了,因為這些是先介投票,好嗎? 那他知半媽媽招我招得厲害, 我當然是罵他的祖先玩亂, 但是最終都是先介投票的,是吧? 那你懷疑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神? 我就在做給大家看神職的事了, 我抽屁牌這一下, 已經是世上沒有人做到的了, 因為我在這條牌那裏, 從下面拉上去, 我一招我的手, 我一走,我就抽了牌, 那我就有那個號碼了, 那你改變不了我的命運, 因為整個仙家在後面做, 不是在我後面,不是路況, 就是在, 我是說背景, 我有背景的嘛, 我有街不玩的嘛, 我有肚子的嘛, 我是宣明會的嘛, 那我背景是, 你知道什麼啦, 宣明會啦, 所有人都知道的啦, 香港自古出響馬嘛, 你聽我的首詩的啦, 那, 我有背景是, 仙界有很多人的嘛, 那他們, 他們做的嘛, 他只不過是想透過我的手去表達出來, 表達出來, 然後仙界做, 做完出來做了一下給大家看, 就勸勉大家做個好人喔, 還有幫一下貢人喔, 那就是這樣嘛, 那算啦, 好嗎, 就這樣講這些好嗎, 因為我不照顧你們喔, 你九年歲月, 我都不想啊, 又不是我造成的, 是吧, 只不過我沒有了民主, 沒有了公平公正, 沒有了良知的制度, 或者是當權派這樣做成這樣嘛, 那不關我的事嘛, 我不可以照顧你們做生命葡萄, 是吧, 那我都是做我做的事, 那就算囉, 募捐的事, 是吧, 沒有得吃的人有得吃, 就這樣算囉, 好嗎, 那就這樣散背啦, 不要那麼多問題, 好嗎, 那你們盡快去找個, 我不是同性戀來的, 你們盡快去找個, 好的男仔, 或者好的女仔, 去過一些好的生活, 好嗎, 因為我有工作正在做, 盡快吧, 好嗎, 辦好這件事吧, 就不要, 太多遐想的事, 好嗎, 那就這樣散背吧,